大家好 我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些 从2022年开始到2032年这个10年期间内 美元利率或者说是加币或者说是其他货币 他这些跟美元挂钩的一些外币的这些汇率的有可能的走势 其中主要的目的就是原理就是历史不会大概一个基于这个理论历史不会重演 但是过程就会重复相似 好 我们下面首先来看一看这个美元的过去200年 200多年的这个Long Term Treasure Yield这个图表 大概就是美元国债了 美债的一些利率的走势比较长了 这个时间的时间段大概分为这么几段 从1800年开始就记录开始到1880年左右 这个80年它是属于初始阶段吧 大概都是在你可以从图里面可以看到 从5%到7%的时间震荡 走势不是很明显 因为那个当时条件有限可能记录的也不是很全 但是从1880年到这个图表是到2014年 从1880年到2014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几个有几个重要的启示 有几个重要的波段 然后第一个波段是从1880年左右到1920年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期 我们可以看到从利率的5.5开始下跌 然后到20年代初期利率涨回这个5.5 然后又从20年代初期这个5.5这个起点又一跌 一直跌到 一直跌到70年代初期 50年 从6%又回到了6% 然后从70年代初期 到1980年代初期这个10年之前是通货膨胀特别猛的一个阶段 最高达到了20%左右 然后从84年代80年8182开始跌 一直跌到目前是已经是2022年2022年 众所周知2022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然后很多资产是在过去一年从高位现在开始跌下来 原因就在于美联储 这个央行美联储不断的加息 现在我本人在加拿大本人 加拿大这个银行的抵押贷款率率已经达到6.25% 基本上已经回到了这个蓝色的这条水平线的上方了 回到了大概就是70年代初期 还有20年代初期的这个阶段 那我们大概就是一个阶段 两个阶段 这个是第三个阶段是蓝色的这个水平线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看出来 这个三个阶段目前的来讲 它是都是很有规律的 第一个阶段80年到20年初期 大概40年 20年到70年这个阶段就是50年 70年到目前又是50年 2022年70年52年对吧 对 我算50年 所以说它这是一个每50年一个大的周期 从中可以看出 就是跟周金涛所提出的60年一个周期的 这个这个理论呢 十分是非常接近的 非常接近的 也可以是从这个图表本身中它可以看得出来 从有记录的这个历史可以看出来 确实是有这个大的历史周期性规律存在的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2022年年尾 也是12月份 然后据加拿大这个银行的这个分析呢 加拿大本地 抵押贷款利率2023年会达到7%以上 基本上就是回到了20年代初期和70年代初期的位置 那即使70年年2023年就50年也是50年 跟这个一个周期 跟中间这个20年代到70年的这个周期是很吻合的 也是50年一个周期 然后 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明年2023年 如果你抵押贷款利率达到7% 它会跌下来吗 它会继续上涨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它还会继续上涨 当然不排除从70年到72年这一个 图是这个 这个 山峰到波谷的这个一个阶段就是 利率会猛的下调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据我都据 按照根据这个图的演规律的 推算 2023 2024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 七十年来出息的这样一个利率上的大幅度的下降 然后会出现是什么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原因大概就我估计是 金融危机就跟2022年就跟2008年 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一样 利率会大幅下降 然后利率大幅下降 每年就可能有大幅的印钞 就是 然后初始在2024年2025年开始 剧烈的通货膨胀又起来重新起来 就跟70年代出息到80年代出息 这个10年之间 它这个 规律是一样的 毕竟你想想看 从2008年开始 算一次金融危机救市 2011年 那个互联网泡沫 然后 那时候救市的规模都是很小的 然后再加上2020年这个疫情的救市 大概就是 美联储救市的这个金额水平是 一次比一次巨大 然后 2008年大概是1万亿美元 然后2020年的疫情的时候 救市是几万亿 4万亿 现在美联储 它的外债 基本上已经是几十万亿的外债 超过了它的GDP 可以想象 如果下一次金融危机 大概是20 如果有金融危机 2023、2024年金融危机的规模 美联储如果救市的规模 肯定是会远远超过于 2008年金融危机 2020年疫情的危机 那 根据 如果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 美联储救市的这个行为 就确实发生 那按照它这个 2020年到2022年的这个表现 它一定是先放水后收水 那就会出现是什么情况 就是出现 我们现在2020 2020到2022年之间经历的这些 一模一样的过程 只不过是说 它这个加息的力度频率 可能会比2020到2022年这个阶段更快 恰恰的就跟 恰恰的 跟70年初到80年初 这个十年之间这个图形 会出现一致的情况 就是猛加息通货膨胀 很猛 一直都是很猛 都是很猛 然后就会出现 到大概就是按照这个图示推算的话 就是 从2023 2022年 未来的十年之间 大概就是2032年 利率和通货膨胀水平会冲击前一个高点 就是80年代初期创下的20%通货膨胀率 以及相应的利率 这就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 然后另外可能出现的一个 额外的就是会导致这个 历史性的大通货膨胀的因素 另外两个因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美元会失去信用 会失去世界流通货币的这个地位 美元信用会降低 第二个就是有可能中美会断交 然后因为毕竟 现在中美之间竞争这么激烈 还有台海问题 都是会促成这个历史性大通胀的一个因素 可能的因素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留意一下 你看这条蓝色的线 大概就是6%这条蓝色的线 这条线是比较是技术分析统中的一个支撑线 或者说是中线中卫线 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指振 谢谢 欢迎大家评论指振